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八百四十九集 许其安苏醒 这天 未冤贪功冒进 已知八万大军葬身敌国的消息 终于传到民间 百姓对此反应极为激烈 都说了不要吃原妖蛮 妖蛮吃我大凤百姓 骚扰边境 为何要吃原妖蛮 这下惹怒祖宗 降下惩罚了吧 如今可好 死了整整八万将士 咱们大凤二十年来 就没吃过这样的败仗 要我说 都是这个未冤该死 要不是他贪功冒进 怎么会打败仗 这天杀的狗贼 一个宦官领兵 这不是儿戏吗 皇帝陛下信错人了 混账东西 为公使你们可以随便羞辱他 二十年前 要没这个宦官 你们能有现在的太平日子吗 老官 你没听说吗 这魏冤是个大贪官呢 谁说的 朝廷说的 朝廷还说怀王是英雄呢 朝廷还说楚州是妖蛮毒的呢 最后呢 老夫早就不信朝廷了 不如信许阴罗 四下哑然 经历了楚州屠城案后 京城百姓乃至大奉 各州百姓 不可避免地对朝廷产生信任危机 那 那许阴罗不也没说话吗 皇宫 老太监缓步入内 停在床塔边 躬身细声细气地说道 陛下 首府大人求见 园景帝闭目打坐 沉稳回应 不见 老太监低声补充 首府大人在外头跪着呢 说如果不见您 他便不走 园景帝耻笑一声 没有回应 老太监便不敢再劝 万分的势力在旁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转瞬过了一个时辰 老太监看了眼物资打坐的园景帝 小步离开庆宫 人刚走 园景帝就睁开眼 从蒲团起身 站在寝宫内 他蹲下身 手掌贴着地面 几秒后 园景帝隐约听见 耳畔传来凄厉的龙吟 还不够 还不够 园景帝没有说话 梯内却传来某个声音 等明日 宣告对巫神教战役失败 便够了 园景帝笑了 另一边 老太监出了寝宫 高高的台阶下 一袭飞袍跪着 首府大人呀 你这是何必呢 说出去 你和陛下面子上都不好 老太监 恭着身 苦口婆心地劝 回去吧 老奴伺候了陛下大半辈子 陛下的脾性 老奴还是知道的 你就算跪死在这里 也休想动摇陛下的决心 王首府练色发白 眼皮半争半臂 似乎随时都会昏厥 这个年纪 能跪一个时辰 大概只能说是意志力惊人了 我明白了 多谢公公提醒 王首府眼里的光渐渐熄灭 挣扎着起来 身子一动 却斜斜摔倒 哎呦 您小心 首府大人身子金贵 您要出了问题 谁来替陛下分忧 老太监急忙搀扶他起来 王真文呼出了一口气 胆了胆 身上的灰尘 正了正一关 然后朝着御书房深深作疑 接着 他做了一个让老太监 瞠目结舌的举动 王真文摘下官帽 轻轻地放在台阶上 起身时 他的毛子是亮的 王真文起身 不再留脸 大步离去 五官一身轻 怪兴楼 两驾马车缓缓驶来 据是紫檀木所造 玉片包边 明皇绸缎装饰 马车在官兴楼外的广场停下来 两列骑乘军马的侍卫随之勒住马疆 与马车一同停下来 车门敞开 车厢里各自钻出一位女子 穿素色公裙的丽人 犹如冰山雪莲 金贵冷艳 穿火红公裙的女子 带着小凤冠 玉簪珠差等昂贵首饰 像一只高贵的金丝雀 而她的美貌和妩媚 完美地驾驭这些奢华的首饰 让人觉得像她这般姿色天成的内媚女子 就该是这副华丽大扮才对 撇下侍卫 两位公主进了观星楼 快去 你来了 楚彩薇等在一楼大堂 开心地迎向好机偶 表表则不顾公主仪态 提着裙摆登登登地往楼上跑 跑了几步 猛地反应过来回头喊道 她在几楼 清楼 楚彩薇应了一声 笑容甜美地和怀请说话 从鹿皮小包里摸出肉干 吃吗 怀请摇头 表表跺脚说道 还不带路 楚彩薇领着两位公主来到七楼 推开卧房的门 满屋子的药味 表表的目光瞬间落在床上 奄奄一息的男人身上 桃花眸子登时染上了一层水雾 她 她为什么还没醒啊 她还有没有危险啊 表表哽咽道 怀请不说话 看向楚彩薇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她被送回来的时候 才是真正的离死不远呢 身体没有一处是完整的 受诚实 她使用儒家的法术 遭到反噬 另外 腰伤的伤也很麻烦 久久没有愈合 大爷蒙昧露出愁容 解释道 老师说她的意太霸道了 怀请微微动容 她的意是什么 老师只说伤人伤己 玉石俱焚 玉石俱焚 许其安在禁忌司平时 到底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又是怎样的心境 让她踏出了这一步 彪彪已经坐在床边 手里捏着帕子哭成了泪人 她想呼唤许其安 摇醒她 又担心这样对她不好 就只有哭了 彪彪抽抽叶叶的说 父皇都不让她坐惯了 她还这么拼命 未然一时应免回云一旦 她要是醒过来知道了 她多伤心 父皇怎么这么绝情啊 我虽然不喜欢魏远 她也知道 她是做了了不得的大事 魏狗 彪彪正哭着 突然听见身后传来嘶哑的声音 彪彪大喜过望 怀请和楚彩薇也跨前一步 靠近床边 看见许其安脸色苍白 嘴唇干裂 但一双眼睛此时已经睁开 你终于醒了 楚彩薇开心地叫了一声 我去给你取一些自补的药丸 脸蛋笑逐颜开 匆匆地跑出房门 许其安宁谋 望着两位公主严太各异的容颜 略作沉默 我在四天见 表表连忙点头 她长长的睫毛湿润一片 白嫩的脸颊挂着两行泪痕 许其安朝她笑了笑 旋即如是重负地吐出一口气 看来李妙真把她救回来了 她心说 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她还是太冒险了 我这段时间应该一直在鬼门关反复横跳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